免贺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携手凤凰卫视 杭州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了今天的全球庆典活动 我们这代人就要重新去创造 马克波罗到杭州的故事 我希望未来乐举 就算是真正成为世界非夷之后 我也希望它不要成为一个 橱窗里存在的一个将领 而是它是有活力的 有生命力的 创新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你意味着 你的所有的这些概念和想法 肯定是和过去有关的 我们说是有传承关联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ub indo by broth3rmax